為了新北市三重區永安北路一段上 有高達135的海沙屋 樓塌事件頻傳 附近住戶都很無奈 有了就說這麼久了 還做了還沒行 我也很愛說 如果要翻就過去 很煩煩的 對吧 我覺得海沙屋其實不太會 因為我們都有強化結構 居民們表示早在三年前 就已經跟新北市府簽訂 海沙屋為樓都更計畫 但有三庫不肯簽 市府遲遲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這些公寓屋齡都超過30年 都是海沙屋 其實在上個月 同一條路上 雙號門牌的某住戶 也發生過天花板坦塌狀況 樓下住戶受到驚嚇 還好沒有人受傷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彭佳芸痛批 市府動作慢半拍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橫上聯繫 真的要加強 真的不及格 因為知道有這樣的個案 消防局卻沒有把這樣子的個案 直接再轉介到公務局 讓後續的單位來進駐 來協助 非得要讓民眾要上網去 爆料啦 或是跟民意代表陳情 才能夠得到關注 經過29號的評估 它其實是沒有立即的危險 持續列管 那當然就是後續今天 因為發生了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有再找祭司 來這邊再勘察過一次 地震 豪雨 頻頻 導致物林老舊的海沙屋 出現坍塌情況 住戶只有等到都更 居民才能擺脫 活在驚恐下的歲月 民視新聞莊愛城郭文海 新北報導 封面的海沙屬 謝謝 謝謝 謝謝